还要带您来关心这个休息 这指挥官陈时中 昨天他透露了 说我国首批的AZ5肺疫苗 最快下周一要来开打了 好 由于疫苗呢 现在已经完成了封建检验 接下来呢 会开始分配到各县市 来接种医院据点 目标是要在下周一开打 让六万名 他们有意要接种的第一线人员 都能打完第一剂 不过国际上 对于这个AZ疫苗 目前其实还是有疑虑的 欧盟呢 对此也是进行了讨论 预计结果将会在台湾时间 明天来出炉 同样的我国的专家呢 也将会在明天要来举行会议了 他们要讨论的是接种的细节 以及各种的试验证 如果专家认可的话 最快下周一会开打 但是如果专家认为 还要再观察 也不排除会延迟施打 首批十一万七千剂AZ疫苗 三月二号到货后 经过检验封间 这两天就会举行专家会议 讨论接种的细节 还有各种试验证 预估最快下周一开始施打 目标是这样子 那明天才会做一个完整的决定 陈时中说原则上 这十一万七千剂 希望给十一万七千人施打 如果八周内无法到货下一批 就让有施打意愿的六万人 施打第二剂 所以十一万七千剂打到一半 就要预判下一批疫苗进口时间 才能够调配 先确保这第一批人都可以打到两剂 但这个应该是滚动性的变动 不过最后还是我相信第一批还是会打到四万以上 强调确保首批施打的人都可以打到第二剂 但这都是滚动式的变动 此外 COVAX质疑其他国家死亡人数更多 台湾到底在急什么 也让陈时中很难反驳 就有些国家就是一天就死了这么多的人 你们这边都没有 你们到底在急什么 针对立委陈玉珍喊话 愿意带头打疫苗死不足席 陈时中也说光是表态就可以让国人有信心 至于台博旅游泡泡可以 为何小三通不行 陈时中这样回应 眼前关注焦点还是疫苗 陈时中也说第二批疫苗 如果有确定到货时间跟数量 一定会尽快公布 记者综合报道